其實白色的那個很甜 嘩 很大聲想跟他說 你好嗎?集到的 這個很好吃 因為看著傘傘是很努力地做的 喝得很豪邁 街面就不要所謂 今天我游完水吃完早餐 待會我們現在就去CM區 我們住在這裏 就是BTS的Suicide 交通非常方便 CM都是好像四五個站 一會兒和大家拍些Vlog 今天在周六的 我想有假期 這裏看到很多泰星 大家可能在背景後 就會聽到很多泰文 非常之地道 大家可以支持 好好看 BTS GiO GiO MX MX GiO 看影片之前,大家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我剛剛過了一千的訂閱,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來到了BIGS 看看有什麼買 好快,見你跟我去 我太太,剛剛看一看 這個就10元左右 賣個回去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Crystal Deodorant 除臭止汗的 好讚喔 嘩,這個好可愛 Sleep Ease OK,有沒有觀眾是睡不著的 以前我買的DUJAY的甜碎檸 噴兩噴,OK的會鎮靜一點 這個我便宜很多,220泊而已 CAMMAS經常都要問,因為他經常吐痛 先拿一堆 發現是紅仔袋啊 以前很多香港人來到,一定會買駕鐵熔仔餅 這裡有5,4P,1,3P 就是有這個紅仔袋 其實很多人一定會買 其實現在香港也有很多入口 1,4,5筆,買1,送1 最近的鎮有些黃 買兩瓶吧 這個其實我推薦大家化妝 可能用BB Cream 我自己會用這個當一個吸油 因為我一到夏天有很多油 見到一顆UV 這個我都會有空都會買的 這個呢 我喜歡吃雪麵的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雪麵 但這個跟我平時在Vector Monument那裡的雪麵 真的好遠 已經和大家伺服了 所以不建議買這個了 這個辣魷魚原來有很多不同的辣度 香港通常只有藍色和橙色 原來還有黑色和紫色 紫色超級辣 我建議大家吃辣的那些 買紫色來試一下吧 這個裏面沒有東西的20,000筆 看到的很吸引 其實我很喜歡吃Kid Cat Kid Cat的雪糕 Kid Cat的雪條 香港有吃過 這個真的 這個好似吃過的 其實是這個 一粒粒的球狀 美綠也有 香港人很喜歡美綠 大家看看 美綠的雪糕 它有些英雄原味的水瓶 這個雪凍用就是買名字的奶 就會送這個 也有綠色 綠色的Marvel 還有CP的雞 CP雞很棒的 我香港經常買的 這隻 很好吃的 如果大家在超市看到 又沒試過就買 還有這些OK麵 這隻OK麵超好吃的 吃過很多次 這些是LOW麵 就56筆 超好吃 非常好吃 原來還有很多味道 這個是什麼 Shabu Shabu 來到Central Wall對面的The Market 來到泰國必吃的After You 因為這個After You 其實香港也有分店在銅鑼灣 但是銅鑼灣其實超貴的 是香港的兩倍 所以一解這個甜品 我是比較喜歡甜的 現在就會去After You吃它的 Signature的甜品 Let's go 來到After You 吃芒果糯米飯 白色的那個其實很甜 好棒 它的冰好綿的 好像有芒果汁一樣 真的很喜歡吃甜品 還有這個香港經常買的 這裡有很多分店才比較多 我喜歡它上面有些脆脆 吃到口感很棒 我經常跟它比 台灣那些 我經常覺得不夠果汁的味道 但是這個芒果味是很重的 就好像在喝芒果汁一樣 嘩 好可怕 而且今天在馬哥的沙拉 覺得吃點好棒 走到熱騰騰 這個冰是非常好吃的 大家來這裡 為什麼我們來 因為我們就是碧士 碧士旁邊是The Market The Market有 其實通街都有 我們會找一間就腳一點 這個就是芒果汁 這個芒果汁再加進去 更加 rich 所以這個配搭一直都很好 底部是會有糯米 我現在要買底部 還有一些芒果粒 還有會有糯米 真的好 就是我覺得 芒果是甜的 不會很生 糯米很香 我們買一些芒果粒 一盒一盒 你沒想到放在冰裡面 都會吸收芒果的味道 這個真的大退 離親漫哥 離親泰國 都一定要吃 下一站就來到閘道閘了 我們逛街之前 我們先看看廣告 當你計劃去旅行時 旅遊保險是其中一樣 最容易被忽略 但又非常重要的事 它不單止可以在旅行時 讓你享受一個安心的旅程 面對行李的遺失 或者航班的疑問 旅遊保險都可以得到賠償 還可以在意外發生時 得到醫療保障 買旅遊保 我會推薦蘇黎世保險 就是跟香港超過60年 是香港頭五大一般保險公司之一 上述說過很多旅行不確定性 都會有得保 分別有三個不同的級別 現在一位成人 還可以攜同多一位兒童 即是一人價錢 二人保障 現在只需要在網上按幾個鍵 就可以投保 如果萬一真的要Claim 下載蘇黎手機的apps 就可以Claim 夠方便 現在輸入我的優惠碼 7284 還有百分之優惠 祝大家有個輕鬆愉快的旅程 我們繼續看影片 來到這裡 會很大聲想跟他說 你好嗎 閘道寨 上次來閘道寨 都起碼三四年前 我對閘道寨沒有什麼攻略 但是我想說 如果大家來到 就要看看想買什麼 譬如說你要買鞋子 買衣服 他會有些Session 我就主攻Session 2 因為Session 2買的東西 比較潮一點 還有比較新 適合年輕一點 大家可以看Session 2 我自己大推 這裡就不是Session 2 之後 到Session 2我就會告訴大家 來到Session 2就比較潮一點 還有很容易形 因為中間也有幾棵樹 你看到有些樹幹 你就知道來到Session 2 還有兩邊 通常有些比較潮的男裝 還有女裝 所以大家慢慢走 好啊 大小的海南雞 走一整天去水門吃晚飯 水門最有名的海南雞 它有兩間的 有紅色的海南雞和綠色的海南雞 今次就吃綠色的海南雞 我們就坐在綠色的海南雞飯 外面就有個攤檔只買三樣東西 超級有風味 這個街邊檔是賣炒Pattai 煎蠔餅和冬陰宮媽媽麵 是由一位大肚子的媽媽煮的 看她一腳是非常努力 至於為什麼我選了坐這裡 就是看看外面的風景 大家看不看到人來任何車來車往 這個景象其實是很有風味的 我超喜歡這些設定 吃街邊檔的好處 就可以買幾間食物一起吃 我們在旁邊買串燒 串燒是雞肉的串燒 夠熱的 有沙爹汁很香厚 可惜雞肉乾了一點 吃大排檔怎麼少啤酒呢 就叫了泰國一定要喝就升蝦 還有這一枝是超大枝 超冬的 又街口又正 超好風味 我們來又喝杯了 Cheers 接著就是吃海南雞 其實我吃過紅色那間和綠色那間 因為你問我其實兩間都差不多 不過紅色那間都因為有遊客 所以我推薦大家來綠色這間 吃完呢我覺得雞飯都吃過雞肉就是這樣 接著就吃這個泰式煎蠔餅 這個很好吃 因為看著那個傘傘在我面前很努力地做 煎得很有心機 不會煎得很厚 不太有利的 很脆 很好吃 蠔的份量是可以接受的 始終是100匹一份 不會預期很多配料 配辣醬很好吃 I like to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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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吃這個冬蔭公媽媽麵 本來我很喜歡吃媽媽麵 這個最棒的就是 它連湯底都是自己做 是個冬蔭公的湯底來的 先試一下它的冬蔭公 我喝得很豪邁 因為在街邊裡我沒有所謂 冬蔭公湯其實是自己做 所以不會有很多味精 而且是很棒的 很入味 媽媽麵就不會煮得特別軟 因為我喜歡吃硬一點的即食麵 而且它是熟了冬蔭公湯 很棒 這個款其實都很多配料 雖然是100匹 但也會有蝦 蝦是好吃的 不會有些薯蟲味 還有一個魷魚圈 魷魚圈在冬蔭公湯裡面是很夾的 整個麵是非常好吃的 最後就試完他們的炒pattai 因為在羅賓塔最試到它的真材實料 夠不夠鑊氣 就是吃它的pattai 是在我們面前 剛才不是說有個大肚子的姐姐在炒 現在你看到它在炒 其實它都幾辛苦 因為帶著肚子 它是這樣 因為除了我們之外 旁邊還有一台客人 它很忙地煮食 只有它是一個鑊炒 真的要在這裡給點掌聲 嘩 大家看不看到鑊氣 其實煮這個pattai的味道 吃過這麼多咖都差不多 其實最重要是夠鑊氣夠熱 麵條炒下來 是夠鑊氣吃得出來的 所以這個姐姐真的誠意搭舊 超好吃超好吃 所以我到現在都記得 那種味道 pattai的味道是怎樣 今集又是很精彩 下一集開始我自己獨有泰國 就讓我發現有個地人去的food market 我當然要去吃東西 我是全場唯一的遊客 超好笑 還有這家打卡的餐廳 很有麥西哥風味 還有我第一次暢遊阿里區 就找到這家網紅的cafe 喝了一個超好喝的咖啡 你們不要走開 記得看我的頻道 記得CLS 按讚 訂閱 分享 分享我的Facebook和IG 看看我的生活日常 我每個星期五都會出片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掰掰